12月1号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庭记稿活动 在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幸存者后代和死难者遗属代表 以及青少年代表等通过献花 墨哀等形式 缅怀逝者 祈愿和平 当天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晴 刘明生 爱义英三位老人穿着深色冬装 手捧白菊 鞠躬 献花 墨哀 祭奠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亲人和同胞 虽然我们现在过得非常非常幸福 但是孩子们去了解历史 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我们说一时明智嘛 就是了解历史 才能不会再让历史去重演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过世近两年 在女儿常小梅的记忆里 父亲一直很严肃 很少向家人透露心声 常小梅说 1937年12月13号 她父亲目睹六位亲人 丧生在清华日军的刀枪之下 2022年 常小梅成为首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 她希望用自己的微薄之力 让更多人了解并记住这段历史 珍视当下的幸福 我要将这段记忆传承下去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段历史 就是我们了解了这段历史以后 我们会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 那么我们这种苦难的记忆 苦难的经历就不会再发生 我作为历史记忆传承人 我会接过父亲的接地板 去向更多的人 特别是面向更多的年轻人 传递历史真相 多年来 南京大屠杀这段悲怆的家国记忆 世界记忆 正通过海量书籍 口述 数字影像资料 被全世界越来越多爱好和平的人士看到 听到 了解和传递 截至目前 纪念馆各类藏品总量超过19.4万件 我们到纪念馆来参加我们的家庭祭祀活动 主要是缅怀我们家里面的我的外公 还有我的舅舅 一共是七位亲人 被当时清华日军杀害 我是南京大屠杀 幸存者 爱依应的床子女 我叫邓之灿 我希望大家铭记历史 正爱和平 希望我自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希望让小朋友能了解这段历史 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能激励着他 激励着每个人 2024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7周年 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32人 从那场浩劫中 幸存下来的人们已是冒叠之年 有关记忆传承的接力正在持续 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渐渐接过接力棒 前后三批传承人数量已达32人 铭记历史 正爱和平 我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明生 今年91岁了 1937年的那段荷案历史 永远不会再来 让世界永久的和平 永远不会再来 永久的和平 我只是从此希望